字幕提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全日總結》 這節是Samuel與我們嘉賓 首先跟大家分享中港兩地股市的收市表現 內地股市各別發展 但芋芯兩市交投持續輸藥 两市成交合计升超过一成 达到6,058亿元人民币 常定指数今早9月5点 之后反复下稳 全日收市报2,755点升1点 深圳城市亦先升后倒跌 收市报8,440点跌6点 互深300指数报3,439点跌6点 创业版指数跌7点报1,406点 香港股市方面含指全日收报28,228点跌118点 国企指数跌32点报1,1116点 而大市成交今日全日是960亿多 接着跟Samuel说大事情况 看到今天含指就加幅上落 方向也不太明确 现在除了看着中美贸易战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因素会阻有港股来的走势呢 我觉得相信暂时来说港股回一回气 都可能要看回A股的走势 或者都是好像阿佑刚才说到 中美贸易战始终都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 但是你说看到今天的市 其实都基本上已经是炒无可炒的了 变了很多之前利好的消息 其实我相信股市都已经消化了 你说要再推上去一阵 其实都比较困难 可能都要看两边的股市会不会有力支持的 但是你说其实看回A股方面 今天的表现都算是不错 而且你说跌幅也都不太多 但是那个成交值得留意的 也是去到一个新高的位置 当中其实早前也有很多消息都提到 可能A股变成一个牛市 或者是一些券商股开始做一些受惠 甚至乎是一些外资开始去投资一些内地的股份 或者是A股可能入魔 这些种种因素都可能是提振 可能是提振A股自己本身的成交的表现 但是其实我相信有少少风险因素 大家接下来应该要留意 就是之前大家一直在说 A股其实一个重大的风险 就是股权质压的问题 现在暂时还是有少少忧虑在这里 因为看回一些数据 股权质压的那些总股数 或者一些大股东的持股数 现在暂时来说还未能改变 但是你说之前为什么没有这个风险的爆破 就是可能中央一些的维维政策 就令到那些券商暂时就没有做一个call margin的行动 但是其实如果你看回一些数据的话 大股东持股或者是做了一些股权质压的一些股数 暂时来说都没有明显地改变 反而甚至乎是那些质压的股数里面的持股的比量 暂时还是更多了 所以反映过去那半年或者几个月 一些大股东甚至乎是有机会去减持自己手上的股份 去兑现一些现金 但是你说质压了那些股份 暂时还没有一个熟回的情况出现 所以相信我觉得这件事是现在A股 暂时大家需要留意的情况 那就不要麻木地高追入市了 因为之前现在这些消息 例如可能说牛市现在重新起 这个消息我觉得都挺炒得兴下 所以暂时大家市场都要留意 另外中美这个消息暂时都要等到星期四星期五 留下去到华盛顿之后才有机会再谈 我相信暂时现在这两天 市场应该都会集中在一些业绩股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板块里面会比较多一些 同时外围的因素也不是非常明朗的 例如可能说昨天 美国开始就会就着一个欧洲的汽车关税 去进行一份的报告调查 那未来如果他们因为某一些原因 就可能令到进口汽车 是违反一些国家美国国家安全法的话 特朗普也都现在考虑 有没有机会提高一个对欧洲进口汽车的关税 那这个消息其实对于整个环球经济 或者是一个市场是更加大的忧虑 因为当中譬如一些汽车板块 譬如可能德国为例 它对于美国的进口比例也挺高的 如果同时特朗普开始对这些相关的板块 再去取一些关税的话 其实可能对于欧洲方面的经济 甚至乎香港一些本身的银行股为例 在欧洲exposure的话 其实可能对于这些股份的冲击都会挺大 相信暂时现在市场来着 可能都要休息一下或观望一下 那才可能有消息 可以再令到市场再推上去 暂时我觉得现在这些牌 可能直到礼拜尾都有机会 是做一些环限格局 或者是靠着一些板块去带动为主 譬如可能今天说的 跌的板块或是升的板块 都是挺全面下的 但跌的主要都是一些弱股 或者是重磅股回风拖累着 所以暂时来说我觉得上升的势头 都未是改变到的 但暂时来说都会以横行格局为主 暂时你看港股的势 250天线应该今天就暂时失手了 未来我觉得都会去回10天线左右这些位置 才相信会有基本的支持 譬如可能之前那两天跌穿了 都很快有机会站上去 我相信10天线这个位的支持 大概是28158左右的这个点数 应该都会守得挺稳定的 好 今天的焦点 的确大家都落在会控身上 今天他中午就放了榜 看到了 上年列涨税前盈利是196亿美元 按年增长了1成6 至于经调整除税前利润是217亿美元 按年增长了8成3 看到两者好像都跟市场要期有少少落差 至于收入增长 高过支出增长这方面的策略目标 也未能够达标 而集团在今次的业绩报告 都没有特别提到有这个回购计划 但就说会保持着这个牌息 看到估价 今天全日都要跌超过2% 报在66.15 Sammy 你看这个成绩表 又令大家会否满意 就着第四季业绩来说 其实我觉得市场都应该不太满意 但是你说是否接下来的指望 或者这份业绩差到 令到股价来到会大跌 我就不一定这么看 我相信可能暂时都做回一个微调 但是其实如果以现在汇丰的股价 我相信暂时都应该守得挺稳 但是你说看回第四季的业绩 主要都是受着一些爱为经济的拖累 当众其实那份报告里面 很多次都提到脱欧这个问题 困扰着公司的业务都挺大的 譬如你说当中 可能一些的Lone Growth里面 管理层里面都提到 那个信贷的放缓 其实可能有机会跟一个 楼市或者那边的 美国加息的因素有关 有机会 如果将来是楼市再度放缓 或者是加息持续的话 其实你对于这方面的信贷 压度或者这些信贷增长 亦都会有机会再度减少 我们看到今次的态存比率 其实已经是再度增长 相对来说 其实对于汇丰自己的利息收入 这方面的压力 都会有多大的影响 你说看其他那些 同个市场有关的一些收费收入 同样也是做得差一个预期下 譬如当中其中一个sector 可能说是环球银行 和资本市场业务方面 按年都要跌17% 当中里面也是靠着一些 利率的业务 和一些信贷的业务 靠这两样东西去做到一个拖累出来 所以其实你说看到 interest rate的走向 或者是环球的信贷质素 这件事暂时都是很大的不明朗性 譬如可能始终我们说 未来还会不会再度加息 或者甚至乎是减息 这件事仍然很大争议 你会听到汇丰自己的管理层 那个口风仍然保持一个不确定性 或者都不是踏得很舒华的情况之下 其实市场都要看回 未来这些业务的增长势头 或者重新恢复有一些赚钱 譬如可能欧洲的业务 在第四季的亏损 其实是比较明显多一些 比起头三季 未来会何时才可以做一个复苏出来呢 或者是他们的利息收入 何时才可以做一个好一点的表现呢 这件事市场都要关注一下 但是暂时来说 都没有人可以肯定到 譬如可能英国脱欧这些事情 到于未来集团的影响有多大 这个因素大家都要留意 另外 另一个比较令人失望的 就是收入增长率和支出的增长率 虽然现在去到负1.2% 其实比起头三季都算是好一点 但是其实仍然都未可以 撕到管理层的预期 大概是维持一个正数 我相信支出控制 这件事 未来都会是市场比较关注的 其中一个因素之一 但是刚才本身 可能就着一份 annual report里面来说 他们都没有很明确地说到 未来应该如何才可以改善到这件事 我相信可能要等长一点的时间 汇丰自己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政策 落实给投资者有些信心 这件事就要等时间去相够一下 同时 今次的盈利做得不太好的原因 就是可能因为他们 行了这个叫做IFRS9的新的汇格准则 当中其实看回它的税表里面也写到 它的预期信贷损失及撥比 这个item是今年新增加的 相信其实影响也挺大 因为看到它从第一季开始 已经是每一季这个的撥比 都会继续增加 相信因为这件事 就是可能跟英国脱欧 或者是一些外围资产质素下降 导致银行觉得 未来他们可能有机会 对于这些预期损失 要做一个相关的撥比有关 以前的做法可能就是 你未去到 真的可能要去做一些实际减值 或者是真的有一些违约的时候 才要做入账 现在暂时就会以一个预期行先的方法 可能是你做一些比较审慎的评估 觉得有一些违约或者是需要减值的风险的时候 你都已经需要做一个入账了 这个预先入账的方法 对于银行或者是未来的一些金融股来说 对于他们的业务来说 都会是比较有影响一点的 但相对来说其实他们的做法 就会比较审慎和安全一点 起码他们自己的做法 就会在风险管理方面做得好一点 这件事也是市场应该可以理解到的 但你说去到 未来的新一年的展望 其实我们看到 今次的派息都是0.51美元左右 那你说是否有之前 好像大家说到这样的 保持有增长呢 那就不是的 那你说去到现在 汇丰暂时去到这个水位 暂时你说派回这个息率 暂时都应该有6厘为上 那去到美国自己本身 可能暂停加息 或者是一些环球波动的情况之下 我相信6厘这件事 都有机会可以维持汇丰股价的吸引性 投资者如果现在以一个收息的心态来说 是可以吸纳的 但不要指望短期之内 管理层有什么新的政策 或者是下一份第一季的业绩 有什么利好可以推到股价上去 暂时我觉得股价都有机会以一个横行家局为主 好啊 讲完会访之后 还想和Sammy说过过手 因为看到他是转入表现最好的南筹股 公布了1月的保费收入 成绩都挺理想 估计今天一度重赏20元 其实国秀上个月尾发了一个刑警 就说因为上年股市下跌 令到他的投资收益变相差了 令到他有一个刑警出来 不过A股今年回来 看到回升的情况 持续都表现理想 会不会都可以带动国秀 这个投资收益方面的表现 变相国秀今年会否扭转到上年的弱势 你说在股市方面 可以做好一点的投资收益 这件事的确是有可能的 你说始终看回1月份或2月份 股市都由低位可以回升 再加上之前 可能国秀自己发的刑警的时候 我们和大家都预测过 有没有机会是 一个新的管理层上任的时候 他就有机会将之前 可能公司那些投资的投资 就有机会一次过做一个减值 或者是直接清回那个仓 那接下来可能新的管理层上任的时候 就重新做过一个表现 那这件事是可以减低一个高基数的效应 那这件事也是之前跟大家讨论过 是有机会可以看到 在那个投资收入里面做得好一点 那同时大家都觉得可能 可能今次的1月份的保费收入 的确是比较好一点 看来比起其他的保险公司 例如可能平保来说 他今次的单月保费收入案年 都有升了24%左右 那你说比起平保方面 的确是今次这个数据是少少两眼的 但是大家都需要留意 这个数字暂时都是反映着 在头一两个月左右的位置 我相信 因为可能上一年来说 其实他们在头一季的业绩 或者是一个保费收入方面 那个表现都是差一点 他们按年是有一个下跌的情况 那今年可能就是 相信他们在开门熊方面 之前跟大家提过 可能他们在开门熊的产品设计方面 有一个 例如025流上的一个产品设计 那相对来说 其实那个定价是比较进取一点点 那这件事是有机会增加 他们自己开门熊产品的吸引性 从而希望今年就可以在其他对手里 抢回一些市场 这件事之前跟大家提过 是有机会发生的 亦都是引证 他们一月份的开门熊的表现 的确是比较吸引一点点 但是就不要留意 其实现在那个十年期国债 都仍然是在一个比较低一点点的位置 之前跟大家提过 他们定价比较高的时候 他们有机会 真的可能做到一个 腐息差的问题 说的是他们有机会给一个高息率的回报 给那些投资者 或者那些保单持有人 但是自己在债市上面 就未必可以拿回这个息率的回报的时候 他们有机会做了一个负的投资率出来 这件事市场亦都是比较担心一点点 或者大行亦都预计 他们这样比较进取一点的定价 其实对于他们的新业务价值 或者是重点点的那个内涵价值来说 其实那个增长也都不是有太大的帮助 可能暂时他们只不过是在保费上面 做一个小小的调整 或者是对于保费抢market share方面 是有小小的帮助 但是你说是不是真的长远地看好呢 我觉得去到第三个月开始 例如可能第一季过后 那个高基数的效应暂时 低基数的效应暂时没有了的时候 国寿的表现可能真的到时才有机会见真章 未来市场可能都会留意 国寿自己未来的指望 或者是新一轮的产品定价的时候 有没有机会去做一些改进 因为可能之前也有一些新闻提到 过了一月开门红之后 其实有一些保险公司已经被人停止 去再发放一些比较高回报 或者高息率的理财产品 这件事有可能是一个 监管机构也都看到这一样的风险 就是可能避免保险公司做一些 过度进取的定价 从而令到他们有机会 在自己的投资收入 或者是一个投资的盘里面 没有办法可以做回报 令到自己公司有一个负收益率的风险 这件事市场也都要留意 可能国寿其实有机会 是有这一类型的风险在这里 你说股价升了现在一大阵上来 其实暂时来说我认为直迫率 都不是很高 好 谢谢Samuel你的详细假设 和你的分析 这一节都和你谈到这里 和你新报 刚才我们提过的股份有没有持有 没有持有的 好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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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